香港現時沒有發現和武漢相關的嚴重肺炎個案 是沒有的 政府也是從多方面加強一些預防的措施 包括加強港口的健康監察和衛生的措施 由1月3日開始 在香港國際機場會增設一些額外的紅外線熱象 而專門為由武漢市底港的飛機旅客作體溫的監測 亦都在所有出入境管制站 包括高鐵、高速鐵路、香港西九龍站 是發現有急性呼吸道徵狀的發燒旅客 如果是病發之前14天 在武漢市到過街市或者海鮮市場 將會即時轉介至公立醫院接受隔離治療和跟進 已經建議港鐵和相關的航空公司 要加強他們由武漢市底港的高鐵列車 和飛機的清潔消毒措施 而醫管局和衛生署亦都已經通知他們的醫護人員 包括私家醫生和私家醫院 以及中醫組織和中醫師 當然還有我們的地區康健中心 去保持警惕 公立醫院的前線醫護人員 如果是發現有懷疑的個案 即時會將病人安排在腐氣壓病房隔離 做隔離治療 並會盡快提供所需要的化驗測試 因應市民大眾的關注 以及我們都要增加透明度 政府會每天公佈在加強監測下的個案數字 是否是在強監測中的一種 和媛兰娛 公佛竟然不想要 公佛竟然不想要 據說明 公佛竟然不想要 公佛竟然不想要 所謂的 我們都要